你看他這個手法像是用什麼相機拍 然後什麼樣的人拍的 我覺得一般應該是用手機拍居多 手機拍跟DV 用手機拍的 對手機拍 有些近拍的東西看出來都是手機拍的 好這個近拍嘛 就是剛剛那個吃東西的畫面 對這是DV 這一看到就是DV 這是DV 這是DV拍攝的 那你說在那個街道上面 所以在回事上拿DV其實大家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不會很奇怪啊 除非像你這樣拿大炮 對啊 幹嘛帶個大炮出來 對啊 所以你看就是在日本旅遊大家很 用DV拍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用躲 根本不需要躲 所以有可能是踩線團 有可能是踩線團 放了一個消息出去 還跟著狗仔隊 還有第二個點是就是說 他今天從列車上面 從A點到B點的時候一下車 這個狗仔竟然馬上有車子可以坐 跟著他後面拍一個側屁股的畫面 這是非常驚人的耶 結果他怎麼能夠事先安排得這麼神秘 我怎麼知道說你會坐這台車子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你一下車你馬上就有車 這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可能 在日本這個是不可能的 不是 那既然他可能是schedule被人家掌握住之後 被設局被安排 那當然他那個接駁的車就可以先設局性安排好啊 對啊沒錯啊 那你先設局性安排好 但是我要上哪一台車子你怎麼會知道 這很重點啊 我相信不是只有他們一個人而已 一台火車那麼長那麼多人 怎麼可能只有他們 而且剛好我就跟著屁股那台車走 而且重點是喔 我車子跟著你屁股拍了那麼畫面 結果你車子的司機沒有任何的警覺說 後面有跟車 那八成那台車子就是光光的車子嘛 就是一起的嘛 要不然怎麼可能後面跟著不會知道 你要知道喔 娟姐在日本啊 開車是非常非常緩慢的 是讓你受不了的 日本人非常守規矩的 是不能超車的 在山路上面是沒有人在按喇叭的 小可依你的經驗 要是他怎麼真的是被設局 總有人得到好處吧 總會有人得到 其實這件事情啊 誰是受益者 我覺得男生是受益者 因為坦白說啊 一個男生啊我這麼有錢 大家都比來比去 你有什麼 男生是有富之福 他怎麼會是受益者 沒有你要先想一件事情喔 今天如果說我今天這麼有錢 其實大家都有小三 在業界裡大家都知道說 富商在比小三看誰多的 那如果說今天你有名車 你有名表 你有豪宅 那反過來講 我今天把了這個長笛公主耶 這對他來講是不是加分 絕對是加分的 所以李世聰雖然是有富之福 但如果他跟賴一禮在一起 他是加分啊 絕對是加分啊 因為你看喔 其實在上一週 好我們來看一下上一週 其實他們最近新聞蠻多的 對上一週就剛好在上一週 所以這個巧合有點太接近了 拍上一週週刊就已經有拍 就只有講說他 就是李世聰有聯合了長笛公主賴英里 他們要去創一個專機 就是華航跟華航合作 投資一個專機 專機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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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有事業上的合作關係 對 所以你看喔 這個同志案一出來 這個畫面又出來 跟旅遊有關係 會不會有聯想 多多少少會讓人聯想的 會有一定的關係 你的聯想是李世聰在炒新聞 我不敢說 但是旅行業者應該是脫不了關係 對 所以這是不是有其他的商業效益 我們不得而知了 不過小葛認為以他的經驗來看 可能是被捨據 對 其實我今天也問了 我做日本旅遊的一個同學 因為這個票太難訂了 他說其實他們要上這一列火車 火車是不記名的 因為你買火車 火車票不用開名字啊 我們買火車票沒有名字 可是你訂機票要去日本這趟 是要有名字的 所以名字應該是事先你在預定 而且他說這一趟喔 這個這個車票非常非常貴 它一趟行程42萬 其實他們要上這一列火車喔 火車是不記名的 因為你買火車 火車票不用開名字啊 我們買火車票沒有名字 可是你訂機票要去日本這趟 是要有名字的 所以名字應該是事先你在預定 而且他說這一趟喔 這個這個車票非常非常貴 它一趟行程42萬 好 這個車票 這個火車票 你一定啊 是不能退票 不能退票就是說 一趟行程42萬 是一個人42萬 一個人42萬 六天五夜要42萬 是非常非常貴 一切都很貴 所以兩個人要80幾萬啊 對 然後他說這個火車票 是你如果一個月前訂了 你有訂了這個火車票 是完全不能退票 退票就是不會還你錢的了 所以你可能就十幾萬 或是將近20萬 你就沒有了這樣 所以一般來是不會退票的 所以他就是說 在這樣分析看下來 其實我們個人看到這些照片 好 剛剛小葛講 有些是前面拍我後面拍 可是有一張在車上 這張是我認為 所以民主要來辦案 看了之後 看了之後你恍然大悟的照片 就這一張 好 這一張 他們兩個人 很清楚耶 賴英里 李世聰 這個是誰 這個是許雅君 旁邊是小S 好 在車廂上 他們在用餐 這個四個人毫無感覺 這樣刷地拍過去 這個拍得很近耶 拍得很近啊 所以他等於是同團的旅客 才能夠在同一個車廂吃飯 甚至於我在你旁邊走來走去 你狗仔要混上去更不可能 不可能 四十幾萬 他至少要出動兩個人 或者三個人去 也要一百萬 好 那能夠在這邊 而且你要不要讓 人家都是一對一對 所以你狗仔 狗仔是不是也是 做成像夫妻一樣 來到這個車廂上面 甚至於在他旁邊走來走去 他們怎麼不會起疑 我覺得很可能 搞不好都真恐 放在他們的車廂的旁邊的 旁邊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狗仔 我覺得 我認為是不是臨時起運 也不是採線團 而是狗仔早就收到風 因為這個這麼貼近這麼近 你看他們這個表情 就是完全不知道 才會這個樣子 這麼放鬆 好 那我們再來講 就是說 李士充其實這幾年 所以你還是相信是狗仔 但是最近有人洩漏了消息 對 所以狗仔喬中一對夫婦 上去拍的 沒錯 而且是很早就知道消息 才會這樣整密的設局設計而來 那這個很臭分 很臭分 那沒有關係 我得到應有的回饋 因為這個真的是 是職地有聲的一個大爆料 為什麼其實這個李士充 他這幾年來其實已經不太管事 很低調 那賴英里呢 其實他也是非常神秘的一個人 那為什麼這兩個人 會被這樣鎖定 一路跟拍 一路無所欣 你知道他們照片拍到 什麼類似有手牽手 類似有拍在屁股這樣 我覺得說 確定是被弄了 因為這個行程提早被洩漏 那大家會講 就像剛剛小葛講的 對男生有利嗎 因為為什麼 帶一個長笛公主 一個飯店女王出來 多有面子的聲音